星之谷手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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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欢迎来到星之谷手作风 我是星星 父亲节手作系列第五集 来啰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简约又大气的机关卡片 文字瀑布卡 用纸卡剪下字母的形状 运用简单的小机关 把它们组合起来 每一个字母翻开后 还有一件可爱的小衬衫 打开衬衫 还可以写上简单的祝福文字喔 另外我还别上了 前几集示范教学所做的 羊毛毡祈福不倒翁 口罩扣当作装饰 如果对这个口罩扣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影片喔 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 文字瀑布卡怎么做吧 首先选用自己喜欢的纸卡 裁出与画面上大小相同的四个尺寸 这里我选用的是黑色的银点纸 与红色的金钻纸 隐约的闪烁感制造出 华丽却不浮夸的质感 先拿出6×6公分的纸卡 并用铅笔画上一条中线 接着在中线的左右两旁 距离1.5公分的位置做上记号 以及左右两侧和中间 在1公分处也做上记号 接着依照画面上的方式 将记号连接起来 成为爱心的上半部 接下来在左下及右下两侧 距离1.5公分处做上记号 并将记号与中线连接起来 再将有画斜线的部分去掉 爱心的形状就完成了 接着拿出8×6公分的纸卡 并在周围内缩1.5公分 画出与画面上相同大小 与位置的长方形 在纸卡与长方形的 左上及右下角 分别画出弧度 并将有画斜线的部分去掉 字母D就完成了 再拿出9.5×6公分的纸卡 接下来要制作字母A 一样在周围内缩1.5公分 并画出两个1×1.5公分的长方形 然后将有画斜线的部分去掉 并在纸卡右上角画出弧度并剪下 字母A完成 最后拿出11.3×6公分的纸卡 依照刚才字母D的做法 在周围内缩1.5公分 画出与画面上相同大小与位置的长方形 在纸卡与长方形的 左上及右下角 分别画出弧度 并将有画斜线的部分去掉 字母的部分都做好了 接下来我使用日本菊花纸 将纸张裁切成与画面上一样的大小 我们要来制作瀑布卡基底的部分 首先 先拿出17.2×6公分的纸卡 从纸卡最左边开始 画出5条间隔1.5公分的纸线 先在最左边的长条中贴上双面胶 并将18×6公分的纸卡贴上 将两张纸卡连接成一张长形纸条 接着用尺将剩余的四条直线都折出折痕 并将折痕压得更明显一点 这样瀑布卡的基底就做好了 接下来将四个长条都贴上双面胶 并拿出刚才完成的字母卡 先从最右边的字母D开始贴 然后依序的贴上字母A D及爱心 接着将字母D下方的纸卡 凸出来的部分修紧一下 再将左边的纸卡往后折 瀑布卡就快要完成咯 接着再准备大小为12×1公分的纸条 在纸条两端贴上双面胶 比对一下纸条要贴的位置 先折好后并贴上 贴好之后就是可以翻动的瀑布卡了 修剪一下纸卡的形状 另一边爱心的部分也将多余的纸剪掉 文字瀑布卡就大致完成咯 接着准备11.5×11.5的色纸一张 将色纸翻到背面 并左右对折 打开后 将左右两边的纸张朝向中线折好 接着把上方两个角往下折成三角形 再将纸张向下对齐刚才的折痕折好 翻到背面后 将最上圆的纸张往下折约0.5公分 然后再翻回正面 领子的形状就出来了 将纸张下圆对齐领子往上折 并将它置入领子下方 再翻到背面 将左右的两个角边往下折 再将两个突出的角边向下折45度 衬衫的形状大致完成 接着拿出3.5乘以3.5公分的纸卡或色纸 先将纸张左右对折成三角形 打开后 将两边纸张往中线对齐并折好 然后再次的将两边纸张往中线对齐折好 然后再次的将两边纸张往中线对齐折好 将纸张翻到背面 把周围的四个边全部都往内折约0.3公分 再将四个角边往内折成小小的三角形 便条纸就完成了 接下来要将衬衫、领带与便条纸组合起来 先将衬衫打开 把领带放在领子下方 将拖出来的领带往后折并黏好 再将便条纸背面贴上双面胶 再将便条纸背面贴上双面胶 贴在衬衫里领子的下方 衬衫就完成啰 最后再衬衫背面贴上双面胶 将纹字瀑布卡翻开 贴在黄色纸卡的最左边 然后别上羊毛毡不倒翁口罩扣做装饰 文字瀑布卡完成 只需要几张纸卡 加上简单的步骤 你也可以做出简约又大方的文字瀑布卡片喔 以上是今天分享的父亲节手作影片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个赞 订阅新之谷手作风的YouTube频道 加开启小铃铛 接下来还有一集 父亲节手作系列的影片要分享给大家 千万别错过了哟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见啰 拜拜